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 她自己的孩子非常非常的难交 到百货公司的时候 她就一定要买那个东西 不然的话她就入导大哭等等的 我说那你都怎么做呢 妈妈说还能怎么做 只能每一次遇到她在那边入导大哭的时候 就跟她讲说 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了 请问你下次还会不会带她出来 妈妈说当然会啊 那就是气话 我说你的气话孩子都听在耳朵里面 你的气话孩子都会记住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你还是会带她出来 所以她下次呢 遇到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她还是会用同一招来对付你 孩子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她知道用大哭大闹路倒的方式 可以要到我可以再跟你出来 而且我可以耍赖要买到那一个东西 她就会继续再用那一招 结果后来妈妈说没招了 那王老师你教教我 应该要怎么办 我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改变一下原本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说妈妈你试试看一个方法 回去的时候呢如果有遇到同样的情境的时候 跟她讲说来你先哭 哭完了以后我们再说妈妈陪你 OK妈妈听完了以后半信半疑说 你不是在支持她哭吗 我们都希望孩子不要哭啊 当个乖宝宝可以很听话 没有很强的情绪 而且不要用哭来得到啊 我说妈妈我们再想一下 王老师教的方法并没有告诉你说 来妈妈陪你 哭完了以后我就买给你 我只是说 我们先把情绪先接收过来 隔了几个礼拜之后 她来天才领袖这边 我问她说妈妈请问呢 这个孩子有没有进步一点呢 妈妈微笑的跟我讲说 说也奇怪 当我跟她讲说哭妈妈陪你 哭完了以后我们再说 这个孩子马上把眼泪擦干 望着妈妈跟她讲说 为什么你这次不骂我 哎呀这时候妈妈才发现说 以前你的哭闹或者是情绪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像爬楼梯一样慢慢上去 原因是因为你在演给我看 原因是因为我总是用不对的那个方式 在处理你的哭闹 所以你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所以在教养的秘密这一本书里面 其实要告诉大家一件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才是正确教养的开始 你在照顾你自己的孩子呢 可以一起共同的一起成长 因为每一个世代的养法 每一个世代的教法都不一样 传统有传统的好 现代有现代的好 可是我们欠的是沟通 懂孩子的心 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父母 这是在教养的秘密里面 想要告诉所有的家长的